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是个小美女啊 再过两个月就满三岁的鸡豹 听听玉丽 身穿着蓝色格纹连衣裙可爱甜妹 衣色的妹妹身穿着白色公主裙 头上别着发巧 露出一双肉嘟嘟的长腿 模样软萌可爱 虽然没有露出正脸 但感觉和姐姐一样也是个小美女啊 方圆还晒出和老公郭富城同框的画面 夫妇两个人也是久违的熊爱了 看起来超甜蜜幸福呀 郭富城还揽着方圆并且紧紧靠着她 感觉超友爱 方圆小鸟依人的依偎着老公 两人还一起比心 这波恩爱太让人羡慕了 甜蜜满满的简直超幸福 方圆近日卷入到天王扫风波 虽然已经用谣言自破不用功 澄清了 但因为生日当天 郭富城没有表示 导致很多网友怀疑两个人的感情有变 不过 前日郭富城一口气点赞了方圆九条微博 以行动称老婆 再加上方圆晒出的亲生罩 让谣言不攻自破 证实了夫妻感情依然很好 方圆1988年出生于上海 在上海的网红圈 模特圈比较有名 在很多杂志兜首出镜 之前也说了很多商品拍摄过大尺度广告 在嫁给郭富城之后就是低调很多 专心在家带娃 偶尔营业一下自己的淘宝店铺 卖点衣服啥的 但是今年已经55岁的郭富城 却是在访谈当中坦言 新的一年准备继续进行一百场世界群会演唱会 还要忙于为四部电影做宣传 努力工作为家庭 当了爸爸之后要努力赚钱 幸福又有压力 要兼顾事业和家庭 卖力进行了一百场演唱会的目标和电影 这对即将奔溜的老天王郭富城来说 压力还是不小的吧 如果按照正常人的路线来走 今年55岁的郭富城 说不定已经儿子漫堂 镜像天罗之乐 年轻时的继续足够家庭开支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一大把年轻了还得赚钱养家 两个人刚结婚的时候 郭富城拍电影邀请周润发 就是有提到自己每个月的开销 还被发哥拿出来调侃过 据说郭富城每个月的生活费 要给方圆父母18.5万 租房加生活费 给方圆20万 给自家人30万 再加上自己的开销 保底估计100万了 郭富城的外形 不管是在当时 还是在现在来看 都是非常出众的 因此他的绯闻不少 给他再加上情创浪子的称号 简直名副其实 郭富城在发展初期 有一个女友 他自曝说是地下情媒公开 对方是TVB的三级女星姚正金 但是两个人很快结束了 原因就是女方不忠 在此要心疼一下郭富城 那个时候的他 再怎么说也是盛世美颜呀 之后郭富城开始在雪上下功夫 但是在感情上 也是没停下脚步 郭富城与原杰一合作拍摄 风吱吱刀时 就传出恋爱的绯闻 年轻气盛的俊男美女 站在一起时就是足够扬眼 更别说谈恋爱了 原因是当时的原杰盈 还与富商刘鸾雄有关系 在当初正在发展期的郭富城 和超级富豪刘鸾雄之间 原杰盈动摇了 他加入到刘鸾雄的后工团 与郭富城渐行渐远 两个人的关系也是无疾而终 郭富城和钟丽提也受过一段恋情 同样的阴系生情 两个人合作了希腊之旅时看对眼 年轻时候的钟丽提 可不是现在怎么的富太模样 满脸胶原蛋白充满着清晨气息 两个人在一起啊 也像是一对碧人 只是两个人都是在事业的发展期 聚少离多 互相陪伴的时间也很少 最后还是某某分手 即使当初爱得热烈又高调 还是抵不过远距离和时间啊 没想到吧 郭富城与性感的说起 也是有一段短暂的感情 依旧是阴系生情的戏码 看来郭富城与女明星合作时 总是忍不住的假戏真作 与之传出一段绯闻 或者拍一场恋爱 但是时机啊就都不长 可能都是男人的新鲜感 新鲜感一过就觉得寡淡无味了 郭富城的恋情当中 最知名的 应该就是和熊带领的七年之恋了 都是彼此两个人 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七年 2006年 两个人因为拍摄MV相识 之后就是非常迅速地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 两个人的关系 甚至达到了要结婚的程度 在熊带领的父亲 因病去世的时候 郭富城也像准女婿一样 一般打电上下 十分尽心 那次葬礼 也是以家人的身份取的 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也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而越来越大 三观不同 是两个人分开的最主要的原因 熊带领作为天王的女朋友 自然很想要一个名分 而郭富城却指最新一事业 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并且喜爱低调的郭富城 确实经常地被媒体拍到 和熊带领外出的照片 他认为 是熊带领自己联系的媒体 对他有所不满 之后呢 在熊带领的一次逼婚之下 两个人不和而散 还是分开了 之后郭富城就是发布了 那一段著名的破写论 鞋子就像伴侣 不合适就换掉 至少脚不会不舒服 找另外一个就更好 这个言论一发出 郭富城的男生形象大打折扣 毕竟不管两个人发展成怎样 也不能再谈了七八年之后 再说这种话呀 分手之后互不诋毁 不仅是对前任的尊重 还是对自己的尊重 这样暗骂前任 毫无绅士风度 郭天王与他的绯闻 是同时在与熊带领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内的时间 传出来的 所以一说港媒说 郭富城劈腿出轨 还骂熊带领 真的是没品到家了 这两个人在 吴永威的生日派对上相识 互得暧昧 因此被爆出 然后这三个人之脚 就像是三教练一般 成为当时超八卦的世界 郭富城的这个绯闻女友 其实大家也都是猜测吧 小美是郭富城的经纪人 何助理 与她的关系 自然就是比较亲密 小美对郭富城的事业来说 觉得是大公衔 没有小美 就没有现在的郭富城 小美当经纪人 确实对郭富城 一心一意没有在迁 所以很多网友都认为 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 毕竟在娱乐区 有很多是大明星 与助理相爱 只不过郭富城身边 不觉绯闻 对他俩的质疑声音 虽然一直都有 但却是无从口揪 有粉丝认为 他多年一直暗恋郭富城 也可能有这个原因吧 不然自己怎么可能 一直没有恋爱 没绯闻的 只尽心尽力地 照顾郭富城一个呢 对方是小他22岁的小模特 也是小有名气的网红 90方圆 不知道郭天王在连轴转了 开演唱会 赚来愤谦虚 有没有后悔呢 谢谢大家